记者何玉华新北报道,之前曾传出有行人跌倒撞上路边号至干基座受伤的情形,新北市交通局全面围基座螺丝套上罗帽套,近期在三重区中正南路244号前首都市半号至干基座埋入地下,让人行到行走空间增加,也避免行人踩踏到基座螺丝的风险。 交通局表示,过去时有民众不小心踩踏到基座螺丝受伤,为避免类似情形发生,交通局之前已针对全市镜号至干基座螺丝套上罗帽套,减少基座螺丝可能造成的伤害。 交通局交通管制工程科长陈建成说,为完全排除基座螺丝的风险,交通局近期制定新干建及新下地工法,将耗至干基座完全埋入地下,除增加人行到行走空间,更提升民众行走安全。 后续配合新设的耗质化路口及泰环老旧耗质干等工程,将持续办理耗质干基座下地,包括林口区仁爱路一段272巷口等路口,推广到新北市各辖区。 期待很后来很久,对地均衡接近期的市场合作。